昨夜,美股反弹,A50指数也出现大幅回升 正当很多人,坐等今天,A股报复性反弹之时 中国债市和股市,在下午开盘后快速下挫 上证指数一度跌幅超过了1.6% 而创业板更是跌了将近3% 从板块上看,抱团股成了杀跌主力 光伏、锂电、军工等板块集体大跌 各机构疯狂跑路,就因为市场流传着一条传言 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将全面走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何谓常备借贷便利 在中国央行手中,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例如,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 公开市场业务 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 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常备借贷便利,是全球大多数央行都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 但名称各异,如美联储的叫做贴线窗口 欧央行叫做编辑贷款便利 日本银行是补充贷款便利 加拿大央行是常备流动性便利 这项工具的最大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 不是被央行强制使用的 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流动性需求 申请常备借贷便利 中国于2013年推出常备借贷便利 期限一般是三个月以下 有隔夜、七天、一个月 其本质与抵押贷款相似 抵押物一般是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 或优质信贷资产 常备借贷便利 是中央银行为了满足商业银行 暂时的流动性短缺 而随时准备给银行借款的一种行为 因为面对对象比较广泛 只要商业银行缺钱 就可以来央行这里借 所以它的利率相对较高 被认为是利率走廊的上限 与此对应的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被认为是利率的下限 利率上限的抬升 意味着流动性将更加趋紧 所以一时间市场风声鹤唳 大约距离收盘还有20分钟的时候 官方公布消息 对于有传言称 央行上调常被借贷便利的利率 央行回应说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传言 这一传言完全不属实 人民银行已就此事 向公安机关报案 假消息 央行已报警 消息一出 债势出现今天逆转 力挽狂揽 而三大股指 虽然依旧下跌收盘 但跌幅明显收债 其实 本周以来 央行就持续收紧流动性 导致资金面趋紧 也是抱团股调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1月25日 当日 有20亿元逆回购到期 央行投放20亿元逆回购 最终 零回龙零投放 1月26日 当日有8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央行投放20亿元逆回购 净回龙 780亿元 1月27日 净回龙1000亿元 1月28日 净回龙 1500亿元 仅从逆回购的投放情况来看 今四个交易日 回龙量不断扩大 并且如果算上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央行在本周 实际抽走了 近5700亿元流动性 所以 央行这波操作 大幅降低了 市场对于 短期流动性的预期 从而导致抱团股 持续下跌 与此同时 大家应该注意到 央行今天做了 1000亿的逆回购 扣除到期的20亿 实现尽投放 980亿 这是在本周 连续进回龙之后 央行首次实现 尽投放 央行今天的 一系列动作 释放的信号 很明显 那就是 市场的确应该调整 但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个调整必须是 和我意的幅度和节奏 而不是任由假消息谣言 引发市场短时间出现 踩踏暴跌 而央行释放了暖意 代表着下周股市 可能出现修复 但是 依旧不能太过乐观 为什么 市场会听信传言 只有恐慌了 丧失了逻辑和判断之后才会 浑水之所以 美激必重 是因为 纸钉有缝的臭鸡蛋 如果市场这么轻易 就被传言给吓唬住 那只能说明 市场真的存在问题 而且去年12月的 经济工作会议以来 整体政策基调是 保持对经济恢复的 必要支持力度 政策操作上 要更加精准有效 不急转弯 但是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不急转弯 不代表不转弯 因为中期来看 随着国内经济 逐渐恢复常态 转弯是必然 不急转弯 意味着货币政策 转弯的幅度 会比较平滑 不会迅速退出 也就意味着 央行短期内 不会采取 加息升准等 对市场冲击 比较剧烈的政策措施 而是通过调节 逆回购的投放 来调节市场流动性 而短期来看 由于注意到 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风险 央行当前 对流动性的态度 已经相对谨慎 还有一点要注意 公募基金这种 不断发新产品 新基金给老基金 抬轿子的模式 已经把白马和热点 都抬到了房顶之上 2021年 开年以来 基金发行延续着 去年的火热势头 短短半个月 就诞生了多只日光基金 根据数据显示 2020年 新增基民中 90后占据了 一半以上 在周一 张坤管理的 一方达蓝筹精选 更新净值 单日上涨 5.05% 而当天护制 才上涨 0.48% 一夜间 这位基金经理 吸粉无数 而张坤的粉丝 自称爱坤 并建立了粉丝 后援会 以及微博超话 俨然是 当代流量小声的待遇 除此之外 公募基金的另外几位 流量基金经理 也都坐拥大量粉丝 例如一方达基金的 另外一位基金经理 影响男 粉丝把她与中欧基金的周印波 组合在一起 取名为波军一销 中欧基金的葛兰 被粉丝称为葛兰女神 出现这种现象 其根本原因是股民的年轻化 根据中国股民行为报告显示 当前A股自然人投资者数量 已经超过1.75亿人 90后00后成为开户主力军 24至30岁占比近30% 新开户年轻化趋势越发明显 有市场人士认为 相比于已经经历了 多轮牛熊更替的老股民 新股民没有太多的操作经验 相对于操作难度更大 专业性更强 风险更高的股市 90后投资新生军 更愿意去选择门槛低 操作简易的基金 部分投资者则用 更简单直接的办法 就是看人 也就是选择一些 基金明星经理 这就造成了 顶流基金经理纷纷出圈 资金疯狂涌入 长期业绩优秀 或短期业绩抢眼的基金 投资者追星现象 越来越明显 而面对蜂拥而来的资金 很多基金公司 也开始感受到了压力 不得不主动降温 近期有多只基金产品 实施限购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张坤 旗下的一方达蓝筹精选 近期连续下调申购额度 先是在年初 将累计申购上限 从100万元下调到10万元 最近又将单日申购上限 从10万元下调到5000元 而基金公司之所以 主动将资金拒之门外 主要是因为管理规模 如果过于庞大 创造超额收益的难度 也会大幅提升 波动率也会明显加大 选择明星经理管理的基金 肯定可以 当然 也要注意到一些问题 因为基金经理并非万能 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很大程度上 也是取决于股市的表现 当市场行情不好时 大部分基金也会赔钱 有些成熟的基金经理 会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有些风控不好的基金 在遭遇熊市时 基金净值回撤 也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 除了极少数传奇投资者 无论中外市场 股市里 很少有长盛将军 按照均值回归理论 那些曾经有过 超额收益的基金 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之内 大概率会跑出市场 整体投资回报率 最终回归到平均水平 而在中国股市 更是花500日红 很多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 在短暂辉煌之后 大部分最终也都跌落神坛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 如果回报预期比较高 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 最好还是不要进入市场 因为基金经理不是超人 如果过度追捧 明星经理 最终很有可能 失望多过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